你要做这样首先你当然你要自己先看一下 看什么 先看看说你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对不对 以我们这张来讲 你 会挑一张当做主角 当做主角来用 然后第2个 照片 其他几张是会稍微缩小一下 然后呢在外面你可以画一个矩形 还有圆形有没有再打字上去 所以大多数啦其实 照片有经过处理 这是一定要的 那 再来就是加一些那种形状上去 还有一个这个 我们刚刚没有学过 这个字加上外面有边边 这个叫做笔画 头上不是黑鬼笔画 就是那个 字也可以用啊 我们刚刚是用在 那个 图层 但是字他一样可以用 这样了解的 好 现在呢我们先来找到那张主角 主角里面有没有 第1张啊 就是你的第1张 你看看 这样看起来像眉睡醒一样嘛 对不对 黑黑的 那 请问你我们学过有几种方式可以调整 自动 好 我们去看看自动 自动 自动射接 有好一点 有没有 好多的 洗干净一点 但是 哎 对呀 那 这个东西呢 你拍的时候容易有一些色片的话 其实说真的 枕头看起来应该是要比较暖和一点 你才会想要睡呀 看起来冰冰冷冷冷的 越睡越冷 所以你可以 调整一下 你也可以从这边 你如果要整个照片影响的 你就从这边来做 有一个 是不是叫做那个什么 我们不是在调整 虾子的时候 曾经用过什么 还记得吗 看起来要比较好吃 你可以从这边当然也可以从这里 都一样 那个叫做什么东西 不是摄像把握住吧 是色彩平衡吧 对不对 色彩平衡 什么颜色多一点 什么颜色少一点 好所以我在这边我希望红色 那你 自己稍微看一下 这边的颜色 大概是 中间调或亮布 好所以你可以稍微红色多一点点 有没有差 对不对 这是中间调那亮布的话 红色多有没有差 我调太多 不一定要一模一样 但是就你可以自己稍微调整一下 这样看起来是比较暖和一点 没有的话看起来冷冷的 知道为什么会看起来冷冷的 因为 这张拍的时候是用那个什么 用一般那种台灯有没有 就这种日光灯啊 日光灯会比较偏蓝色 冷色 啊你如果用灯泡的就比较偏暖色 所以有时候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有啦 那我把画面先还给你 这旁边有拍到旁边的地方 所以用裁切工具 你把它稍微 切起来 要稍微注意一下 叫我偷偷粘胶带 这有粘胶带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进来 不然就是用什么 我们有没有学过一个 OK棒 可以稍微把这个涂掉 假设我先留着好了 等一下再稍微把它涂掉一下 好确定 你如果这个地方不满意 你可以用这个 或者用这个都可以 OK棒 先定义什么 好的皮肤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稍微调小一点 定义在大概跟这个颜色 跟这个颜色比较接近 有没有就消掉了 所以 学过的要 要会拿来用 哈哈哈 是不是 黑贵 就够了 这个不会 累积之后不会越来越多钱 我们这几张其实也没有全部都 那个对不对 好 那其实网拍 如果你可以放一个东西 跟他做比较的话 我会比较知道这个东西多大 你写了 多少公分 乘多少公分 长宽高 有的没什么概念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 放个 咖啡罐 小某你知道咖啡罐多大 好所以可以有一个比较的 比如说我们家 卖超级大水饺 你要摆那个一般水饺摆进去 我就知道什么叫超级大 类似像这样子 类似像这样 好 所以说我现在针对 这一张 一样 你可以稍微来这边 自动射接 对不对 稍微处理一下 然后呢 如果你要自动对比也可以啊 自动色彩也可以啊 有吧 自动色彩也是跟刚刚色彩平等一样啊 只是 就是自动的这样子 比较没什么选项那你去调 好那这一张好了你还是可以稍微裁写一下 那么这里有一个你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说假设 你在做的时候你就先希望说我到时候 这几张不是都一样大吗 那我如果像刚那么随性裁切 也没有办法每次都一样大 没有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像这样的方式来用这个 这支 改用选取工具 好 我先把这个地方你看 我先 比如说我这样选起来 拉过来一点 差不多这么大 对不对 那 这一个 至于这个多大 这样看不到多大怎么办啊 有两种方法 有两种方法 你们喜欢Photoshop字体的解决方式 还是喜欢绿色软体的解决方式 都有啦 假设你要用Photoshop的话 你在这边 因为这样我不知道多大 所以你可以把 尺规叫出来 简式里面有一个尺规 尺标 它叫尺标 R 因为尺的英文叫做什么 Ruler 对 所以CMT加R 这样有没有看到 可是预设它单位是什么 英寸 所以你有发现这个应该很大吧 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预设单位是英寸 你可以从这边来编辑一下 编辑 有没有一个单位跟尺标 偏到设定 偏到设定里面 预设是公分 那我就 把它换成像素嘛 因为我们在做网页原则上都以像素为主 确定 所以这边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呢你就可以 从这边 从这个尺上面 按着标放 拉那个参考线 就可以大概知道 这样多少 有没有 50 60 70 80 大概快80 可以用这种方式啦 然后到这边 差不多500 对不对 对500 没有到500 有啦有啦 差不多接近500了吧 所以80 500大概420吧 420 那一样的 从上面也可以拉参考线 对不对 这样拉下来往下拉 来那个不见了 好从上面往下拉 拉到这边 啊万一拉错了怎么办 拉错了 用这个移动工具有没有 滑到他上面有没有 这个是可以动的 万一有错就可以这样 拉动一下 如果参考线不要了 怎么来怎么回去 从上面来的 是不是就从上面 让他拿回去 就不见了 有没有 从左边来的 按着往这边丢过来 就不见了 这样可以接受 好这个方法你先试看看 假设这边你想用绿色软体 你看一下 我们绿色软体面 这个上次各位没有选的 有没有 这个工具有 有那个尺规 可以用 我们上次用这个 对不对 抓荧幕 抓荧幕 但是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 执行了之后在这边 我先回到photoshop这边来 好 现在呢 我来打开他 你就点一下左键也可以 有没有一个显示尺规 点下去 啊 手都拿到牛仔的好啊 可以吗 这样也是420啊 对不 嘿 这是一个方法 如果不要了你就按右键 离开他就好了 好 那简单 这种方式可以在整个萤幕上都可以用啊 不局限在photoshop 啊 好那第二种方法他还有 这个来讲我们不用很精准没有关系 嘿 那他还有一个 这个也很好用 close hail是什么 诶 十字 十字这个也很好用啊 假设你不要用尺规 我想要量的是什么 坐标 有没有 我就 我就来这边 我定这一点 我定这一点 就零零 我点下去现在是不是零零 我往下移动 我就知道他的 宽 是419 高是285 可以吗 刚刚我定位左上角零零 红色那个 就是第1个定位点 那也很简单嘛 所以说 我一次量两边嘛 也是个很好的方式啊 不一定说一定要 那个 那可以接受啦 所以如果我都用这个尺寸 我就419 或那个 反正 你大概知道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 你知道尺寸之后 比如说我用420好了 用420285好了 好 我先把他结束掉 平常如果我知道那个尺寸 我通常会用这边 在这个我就用固定尺寸 这样我不管 什么时候用都是永远都是 一点 就是那个尺寸跑出来 那这个我现在先不用没关系啦 就这样子就好了 那 我选好之后 我要把它裁切掉对不对 我们就来这边 影像里面 本来我们都用这个裁切就直接切了 但是现在是因为你已经选好了 所以我到影像里面有个叫裁切 这个时候他就用你的选取区 当做裁切范围 所以不一定一定要用裁切工具 你用这样也可以 有没有缺小 同样对吧 这样可以接受吗 这个处理好了 那么第2 再来第2章 处理好了第3章 我们看看第3章 总共4章是不是都一样的情形 对不对 你先把它 做这些动作 自动射接 自动色彩 好的 那 我现在是不是要裁切跟这一张一样大 那怎么做 现在我用选取工具对不对 我 这一张的选取区不见了 还在对不对 按着 拉到人家这边来借用就好了 所以你不知道也没关系啦 就选取区 糟糕大小不一样 差太多的 那 可能你就要先把这一张稍微缩小一下 你先把这一张尺寸稍微缩小一下 我没有用过这个吧 整张的尺寸缩小 比如这600我把它变400 变400 刚刚那个 这个 这个 选取区我再丢过来 有点距离 这样太多 稍微再小一点 因为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是拍的时候就 比较接近一点 我们尺寸 刚 不然就变500 反正差一点点 那这个时候我再把我的选取区 从这边拖过来 这样总是比较接近了吧 可以啦 可以的 是不到这边影像 裁切 OK 这样就好了 其实那个小图不见得说一定要完全看得清楚 有时候是要看你的情形 还要看你自己的情形 那我画面就还给你咯 其他那 4张照片的处理方法都一样 都一样 所以你的选取区 不见得说我现在画在这 这个图片 其他 图我就不能用 我可以用选取工具 按着 拖到 有点像我们 就是把别张图拖过来那个感觉 只不过你现在用的是选取工具 这样了解 我们现在再做一次你参考一下 就是说 只讲 选取区的 怎么调整那个没问题啦 对不对就是调这个 这个色阶跟 色阶跟色彩没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 只做一个动作就是这个 好那 我现在呢你找到一张 如果你这样有时候 通通都遮住了 你可以从 视窗里面这边来找 这边会列出说你已经开启的档案有哪些 开启的视窗有哪些 那我到比如说我找第五张 我现在是不是打开了 很多人都找这个这张屁股的 好 对啊 好那我就先把我要的范围 我是不是先 选好 假设我要连这个咖啡罐 是不是就这样选好了 好那选好之后我就 其他张我想要跟他一模一样 那么我先把其他张先找到 比如这第四张 我 打开之后我就用这一张 把它怎么样 拖过去 有没有 好这样拖过去就好 就是你用选取工具哦 你不能移动哦 移动会变剪下贴上哦 好 用这个工具 在他里面按着丢过来 这样是不是就OK了 丢过来之后 你再做一件事情 影像里面的裁切 就好了 可以了吗 现在这四张都处理好的 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每一张现在都是一样大 有没有 好都一样大的 那么 你如果 做好了 你要 你要不要把这一张要拿到这边来 就是这一张是主角吗 就你看到G1这一张是主角 对不对 其他 2到4 不用了 不用 他本来就比较大 你看 刚这个尺寸他本来就比较大了 这个是804 有没有 本来就比其他张都大 嘿嘿嘿 好 所以我现在这一张 你如果直接把他 像我们之前的做法直接丢过来 按着丢过来 还不是要再调一次 那不是 多做的吗 所以说我们 不用这样做 我们先 我们在刚刚那四张 就是 第2到第5张 我们做一个动作 影像里面 我们不是可以直接调吗 我们刚刚经过拆切之后 每一张是都一样大 那我在缩小 当然缩小也都是一样大 比例都相同 了解我意思吗 比如说这边我们大概说成150 那么 以后每一张都是150跟102 我按确定 是不是就这样子了 等下来我把G1过来 你来这里 有没有过来了 这样就差不多吧 这样OK吗 我这个可以放大一点 好那 这张收起来 我换第3张 一样把它缩小 150 有没有 每一张都150 102嘛 所以你连动都不用动 就可以丢进来 好拉下来 好在缩小 再找第5张 好都一样的动作 好 都一样的动作 好了 这样 很快4张就可以处理好 来画面还给你 你如果已经过来了 那把它移动到适当位置之后 你会需要做一个动作 我怎么知道这个有没有等高 有没有 因为用看的 用肉眼看有时候不准 那你有两种方式 一个我们刚不是有用那个磁规吗 可以拉那个参考线出来 这是一种方法 那么如果你不要用这个方法 也可以 用什么方法好 把所有图层全部选起来 在这边我还是蛮鼓励各位做一件事情 图层要命名 不然1234 不知道是小猪1234 还是 哪一几只 这样会搞不清楚 你全部选好之后 你看喔 我现在用这个 移动工具 用这移动工具 有没有发现 上面这边 有这个对齐的 有没有 这个是对齐的工具 右手边这个就是说 他们中间那个距离 分配的 分布的那个情形 所以我可以先用左手边的把它对齐 要对哪一个 大家高度都一样 是不是找这个 或者用这个 或用这个都可以啦 好 只要是水平的就可以了 好这个选好了 我现在来按这个 我先故意调一个 不 等一下 我先故意调一个 不一样高的 你这样会看得比较清楚 好全部选起来的 有没有一样高 假设你要一样宽 就要找右手边这个 好找右手边这个 大家都一样宽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稍微对齐一下 这样就不会说 好像 称之不齐 称之不齐 那么好了之后 你看我们那个做完的 下面不是有一个矩形吗 我刚刚看到大家都是用那个笔画 笔画当然也是可以啦 但是如果我在画面 下面直接画一个矩形 红色的就好了 也是OK啊 也是OK 所以 我们来试看看 红色矩形在哪里 我现在 到这边有没有 向量工具 这里就有一个矩形的工具 当然里面还有什么圆形啊 所以那个字的下面 就可以用这个 好矩形的 但是要注意一下 我这次要真的把形状画出来 我不再要是路径的 我们之前做都是路径 对不对 好但是我这次 要把一个图层画出来 所以说 要麻烦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要把这个勾起来 因为我不要路径了 所以我要把形状 画出来 点到它 这个时候颜色 就会从右手边跑出来了 好点它 我们就来色 比如说是红色的 先选色相嘛 对不对 好 来这边 画一块 这样就有一个 有没有 那因为我画在 这个地方 所以 就在他们之下了 好就在他们的 那你要 要画一样的比较难 我就用复制的 按着 丢到新增图层 这样有没有变两个 再用移动的方式把它移过来就可以了 好如果你这样移的时候会好像吸过去对不对 没有关系 你用方向键 作为一条 可以吗 这样就OK啦 接下来 这边不是有好几个圈圈吗 嘿我们来看 这有圈圈 就有这个 椭圆形的 椭圆形的 我们可以来这边画 画下去 你要正圆就按 这样就有一个 对不对 那 要产生第2个第3个 当然不能一样的 就是你要画一模一样很难 就是你要画一模一样很难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再复制 也可以怎么样 有另外一种方法 不过 在做另外一种方法之前我知道要停一下 这个圆形的部分呢 你要怎么做 你可以像刚刚我们那个 举形的方式直接丢 这当然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 诶 这个 我现在画了一个这个圆形 是在这里 那么 他呢 我们这次用这个 选取的 路径的选取功能 我把它点一下 这样有没有选大 有啊 4个点不就亮了吗 请问 黑色跟白色差在哪里 黑白浪滚 黑色是整个路径选起来 白色是不是调整个别的点 节点 就这个一点一点 有没有 那我现在是整个路径我要选 我选好之后 我可以直接拷贝 拷贝 就copy 贴上 这个时候并不会产生一个新的图层 有没有 他实际上是把它怎么样 放在这里 你看我拉出来一点 有没有两个 同一个图层里面我可以有很多个 所谓的 这个形状 你了解了 所以我也可以同一个图层里面就好几个 像刚刚下面这个也可以这样做啦 只是 我用两个方式做给你看 你要用哪一种方法都没关系 你可以用方向键稍微再移动一下他 因为有时候 你会觉得现在拉的时候好像会吸住这样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 这个你看一下 简式下面有没有叫靠起 我们只有靠起哦 没有靠在腰部哦 听不懂那个 哈哈哈哈 好啦 你知道那个意思了啦 就是在这边 然后 在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实在是 那两小话 你就拉过来有没有 如果你这个 靠起把它 点掉 你怎么拉就很轻松 因为他就不会有像磁铁这样吸住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样这个 就会做了嘛 那么 再来的话 如果你还要 在做 你看上面这边 不是有这个吗 你 会不会想要用这个做 不会啦 因为用这个不太好做 因为 其实我们在画形状的时候啊 你看一下 上面这边有一个小人 嘿 你就点下去 不是点下去啦 这个 旁边你点一下 点到这边 有没有发现 后面有一些 预设的形状 你就可以找看 有没有你 适合的 像这个 就可以用它 或者 其他 跟我们刚刚那个动作有点像 这里先载入一部分而已 那你可以再找 有没有 有其他形状的啊 了解意思了吗 你可以把其他的再叫进来 如果你觉得内定的不太够 比如说我想要用这种 新型的 那有人整天说 价格一定要用这样子 我还用心动价 我要放心也可以啊 所以你可以把 这样 有没有问题 这个 在这里 自定形状 你点它一下 右手边就出现 可以选的形状 你就可以画 这样就OK了 等于说它有一些向量图里 有点像你们在用Word里面 不是有一个叫特殊符号吗 类似像那种感觉 你可以直接画 那另外有一个地方 你们稍微留意一下 哪个地方 你有发现 当我 选到这个 星星的这个图层的时候 它旁边会有一个这样 有没有 有一个那个路径是不是被亮起来 那个你不用担心 它实际上并没有 因为当你点到别的图层的时候 它就消失掉了 有发现吗 也就是说你点到这个图层 比如说点到这里 点到它 有发现三个都亮起来 它只要让你知道说 你有选到那三个范围 所以它本身并没有一个外框 要真的要做外框 要从这边来做 我们那个笔画 这个范例就留给各位 当作回家作业啦 不是要 周末啊 回去要练习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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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